李宗盛議員 謝謝總理的介紹 做的各位學員 大家好 聽他說今天就是 破紀錄的 有三百多的學員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 機會在這裡 跟大家介紹有關 台灣的山農問題 其實 所謂山農問題 這是最近 這幾年出現的 一個名詞 這個問題 山農本來都是 中國大陸的山農 就是農業 農村跟農民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看 中國大陸的山農問題 我們台灣 農業 農村跟農民的問題 也是很嚴重 所以今天 我就選這個題目 跟大家 講台灣的農業 農村跟農民的問題 相信大家對這個問題 也應該是很有感想 所以在講的 中間大家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想法 隨時都可以提出 其實我今天 因為時間很悠閒 到五十分鐘 所以我用很多 通計的數據 在這裡來表達 其實台灣的農業 過去對台灣經濟發展 是很有貢獻 在 1950 196年的時候 台灣的經濟其實是 農業為主 那時候台灣的經濟 很大的部分是靠出口 那出口裡面 最大的有百分之九十 是農產品的出口 但是現在 現在台灣的農產品出口 減台灣的經濟出口 是很少的 那今天我們就是要來探討 近十年來 就是從兩千年到現在十年通來 台灣的農業、農村跟農民 到底是出現 或是面對什麼樣的問題 這是我們要來看 一些通計的數據 所顯現出來的問題 那第二部分就是 是怎麼會這樣 是不是過期的 台灣的農業發展的政策 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或是比較不好的地方 那第三部分就是 有的人覺得 現在跟台灣的兩岸農業交流 農業合作 可以解決台灣的農業問題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 就是要來看這三項的問題 那過期 對台灣的農業的貢獻 已經大家都耳濡目染了 所以這部分 我們就不再來講了 那現在來看台灣的農業 有的人也覺得很好的 因為我們的水果 是水果王國 還是我們的什麼育苗 很好 但是畢竟這都是個案 那如果我們要看台灣的農業 我們就要對總體的角度來看 來看台灣的農業到底 面臨什麼問題 農民有什麼問題 農村有什麼問題 我把整個問題 整個問題就是 整個問題就是 農業的 永續發展的問題是怎樣 農民所得的問題是怎樣 還是農村文化的問題是怎樣 這部分是你們的創還是我要創 我弄的是不是 我弄的是不是 對這個 對這個 這不能讓我們看 我們可以讓大家看 哪邊 我可以看 鯊鯊 上下葉 中間幾點 一次 太大了,放得太大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就是这几部分 就是台湾的三农碰到什么问题 那用两岸交流是不是可以改划三农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对统计数据来看 对2001年到2011年 其实台湾的农业成长率有两年是负成长 其实这个两年负成长不是2000年以后才出现的 在1974年 70年、80年、90年都曾经出现过 我记得那时候浩博村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他就提出说农业零成长 那时候是说零成长 但是我们在2000年之后的11年中间的 有6年是变成负成长 那在这个2001年到2011年这11年的时间 他的那个作物的种植面积 减超百分之二十 就是说他的种植土地的面积减少 这跟什么有关系 我们现在不是说收工的问题很严重 对吧 其实收工的面积像 这跟我们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 只有收工没利用 这也是很奇怪的政策 所以现在都20多年后 现在才有人在检讨 那我们来看台湾的农业生产的情况 我们有一个指数叫做农业生产指数 这就是农业生产指数 就是看你 以2006年为基础的时候 它的生产量的变化的情形 结果呢 这十年来 它是减少的 对105减到196 另外我们如果对它的负重指数来看的时候 也是减少 对100减3减到80岁 这就是说一堆一堆 它利用的情形到底是怎样 你每天都在利用的时候一百 你如果一年用两次就变两百 你如果一年都没有用到头 你就减少比一百少 这是这个意思 你在丢业生产 一定要投资嘛 你的投资不够的时候 当然是有问题 所以它的农业固定资本行程 也是在减少 所以整个台湾的农业的发展 就呈现一个停滞的现象 我们现在用一个表来看 到底这个停滞的现象是怎样 所以这是一个表 你可以看 这个农业整个生产 占整个国民生产的毛额 到一点多而已 你说2001年是1.9 现在2011年它存1.75 甚至在2010年的形态到1.64 表示说它就没有 整个农业的生产 占整个GDP的比例是很少的 农业成长力我们刚才有说过 都是第1座的 有负成长 这它的作物面积 跟它的生产指数 都呈现下降的现象 这都有一个统计数字出来 它的负重指数也节节下降 你看它的灾害的损失也很大 有时它的灾害损失 甚至比它的固定资本行程更大 所以農耀要怎么会发展 它的生产要怎么会座 在这个情形的时候 它会出现什么 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的粮食问题 是不是会面临挑战 粮食的问题就是吃的 因为我们说 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 如果粮食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的生化基本 就受到威胁 当然有的人说 可以进口啊 但是我们记得 在2008年的时候 又出现粮食危机的时候 那时候希拉蕊就说了 那时候的粮食危机 导致全世界有六十几个国家 因为粮食的问题发生暴动 所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那在1960年代 其实我们的粮食自给率 是超过百分之百 但是呢 现在的粮食自给率呢 我们看这个表 你就会发现说 这十年来 我们的粮食自给率 是每况愈下了 我们说粮食自给率 有两种算法 一种是用热量来计算 就是你吃进去的 多少的热量是自己自给自主的 有一种是用价格来看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热量 就是说面粉 还是小麦玉米都进口 所以你用这个热量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它的自给自主的 才三十几个而已 日本就要三十九 我们说日本地小人丑 它的自给率要三十九 我们这两年 真真真的打拼 才33.5而已 看这个价格的自给率 因为我们很多 像说质量量 我们是自己生产的 还是说 豬肉我们自己生产的 所以我们用价格来算的时候 我们就要有六十八 但是你如果看说 十年前是八十多 现在六十八 也是表示说 它整个粮食的自给是下降的 它导致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说 生产的问题 生产一直减少 所以一直扣进口 所以粮食自给率的一直下降 那在了粮食自给率下降以外呢 我们的这个农産品的进口 也是一直增加 农産品进口一直增加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它这所谓的贸易 贸易逆差 就是说我们进口和出口的 最减就是说 进口的状态是怎样 这十年来也一直增加 出口当然我们也有很好的农産品 可以出口 但是出口的状态是很悠然的 所以也是出口的农産品增加有限 但是进口的农産品就一直增加 进口的农産品就一直增加 那当然这部分这两个相减的时候 就变成说 我们很多农産品都靠近口的 这就是跟我们刚才说 是怎样的粮食自给率的变化 就是对这个统计数字 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不管说我们粮食没有问题 还是怎样 其实如果你看这个统计数据 你就能看到是不是有问题 现在因为2008年以来粮食危机 所以日本韩国 甚至欧美各国 他们都对粮食的重视 我们是怎样有在重视 但是我们提高的非常有限 那这个是农业的问题 是出现在这里 那如果说我们对那个 是怎样农业没人要去生产 就是跟它的农民有关系 是怎样农民有关系 就没贪钱嘛 还是说贪不财嘛 还是说那个影响 他感觉说農民的地位 跟其他的职业的地位 那时候我们看起来是不一样 所以影响农民的意愿嘛 如果说对上海基本的农民所得来看的时候 就是这十年来农家的所得 特殊的农家所得 大概只有非农家所得的七十几percent 就是说农家所得是非农家所得要来得低 那这个农家所得里面 其实真正来自农业的所得 大概也只有两成 所以它那个所谓的农家所得 里面的农业所得也只有两成 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出说 这农业真的是 在整个这个产业里面 真的是很受到一些 很有 对于说不是很弱的一个产业 你虽然说农家所得75percent 但是农家所得里面的真的农业所得 也只有20percent 那如果就每个人来看的话 农民跟非农民 每个人来看的话 还比较低 其实只差七十而已 那是怎么说 都没法吸引年轻人去务农 就是因为所得低 所得低贪不吃 大家就不幸福了 不幸福的时候就变成老化 就是农业人口的老化 那有人预估说 在2015年的时候 农业人口的平均年龄 也达到66.4岁 66岁 2015年 我来就要七十岁 你说七十岁还要有农 如果没有新的年轻人进去的话 是不是这个农业劳动力老化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我们再说这个所得问题导致农业人口大量外移 这个数字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说美副的所得这十年来 第一栏我们看 我们看这个统计里面 你看他这十年来的所得 美副的所得是增加有限 甚至 我们看2001到2010年 这是最新的统计到出来到2010年 是不是2011还没看到 是不是更加也有可能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样的所得没得使用新的劳动力进入 这是农民的问题 另外就是说在农村里面的生活的情形 这就牵涉到农村的文化 过去我们说农业的生产是 生产生产跟生态是三合一 其实对农民来说是生产生态 跟生活甚至跟生命是四合一 因为农业有生产才能有生活 然后才能够兼顾他的生态 甚至他才能够活命 对吧 不然你贪钱就没得要怎么存活 但是因为农家的事为 就是说探某家 然后这个农民外移 然后土地很多就要变卖了 早期的时候土地要变卖了 就说哦 较快 因为他们的孩子要去台北打拼 所以要买房要做什么 到底就一块一块买掉 一块一块买掉 也是都维持其他的子弟 所以导致农业的人口又一直外移 土地也失掉了 人也失掉了 所以对农民来说 跟农村的关系就越来越薄弱 过去在农村有农村的生活价值嘛 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喜 然后他们在六零年代的时候出口百分之九十都扣外销 那时候在农村的时候 他有什么 有那个什么叫做加工厂 所以加工厂的时候 他还有那个农业外的就业机会 现在这都这十年来都没了 所以他的农村的文化 过去什么农村啦 是说什么节庆啦 什么做工具 现在远远都没了 没了 变成都商业行为出来 就说号称是休闲啦 观光啦 其实这跟他本来的农村的那个 圣根地固的一些文化都拖着了 都变成一些商业的行为去 所以过去那个农村的文化 已经很难再找到了 所以这个文化的问题呢 导致那个 这个很多农村的人 就外移去了 外移去了 我们来看他这个人口的统计 可以看到说 他这个人 农村的人口 越来越久 他能够提供的这个 就业情形 也越来越久 那越来越久 本来说农业是一个 就业最后的一个蓄水池 就是说 你在土耳探不住的时候 你回到厂家 你就做事 是可以吸收这个就业的 但是我们现在说土地也没掉了 你早早就离开农业 离开农业之后 你现在回来也是不会有农 所以现在变成 就是说吸收这个农民的一个就业的一个 这个能力也没有办法持续 他回去也不会种田了 所以就变成说农村的人口一直外移 然后也回不去了 他现在土地没掉 也没有办法再来重新工作的能力 所以就变成说农业 农民 农村 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存在 当然这里面也是因为三十年来的农业政策 可能是农业政策所导致的必然的结果 譬如说50年代我们就说要成善成善 大家就打变成善 60年代我们就出口出口 所以大家就有成善 就有一个目标 我们就来出口 那7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就去农村做了 我们提出的政策就是要市场为导向 但是你当市场为导向的时候 市场为导向有它的前提 你就是要看它是不是有扩大规模 我们的小农的基本的一个态势没有改变的话 它还是一个小规模的话 你要市场为导向的时候 你能有效率就不一定能够达到 你没有市场规模的时候 你要市场化这个就受到限制 另外你要市场化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到它的几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你要市场化 你就是一定要注意你的资金的投入 你的固定资本要有投入 我们都说农村不是只有劳动力密集的产业 农村也是资本密集的产业 你资本密集的产业 你在市场导向的时候 你资本也是要投入 那很多农民他也就没钱了 他要投入也是没法度 你规模经济没达到 你的资本设备没法度更新 甚至说运销 你要市场化你一定要有运销 但是我们运销在农业里面 在农民里面 他的那些生产没问题 但是你要叫他买就有问题了 这个没有配套 所以他生产出来也没有办法运销 没有办法运销你要如何市场化 你没办法运销的时候 最后你要加工 要加工加值 结果加工也做不好 加值也做不好 所以我们在70年代的时候 以市场为导向 要发展农业 结果 我知道我看起来是没什么成功了 因为你的市场竞争力并没有提高 没有提高 所以在1980年代的时候 他就提出说 不然每天都生产太多 自销价格就不好 所以他就提出说 不然我们的农业的适度成长就好 不然就开始什么 不然就来收工 不然就来转做 那是买了80年代90年代 政府陆陆续续提出来一些农业政策 那你说农民的所得不好 不然我就现金补贴 现金补贴的结果呢 农地都没有好好利用 另外就是现金补贴的结果就是 变成它的产品是没有竞争力 所以很多问题导致在2000年之后 农业一直都没得振作起来 那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 他就提出一个所谓的什么 迈向21世纪的农业建设方案 我们还要磨球的农业永续发展 但是我们在2002年的时候 我们也是加入WTO 就面临很多国际农产品进来的竞争 那时候我们也面临说 大陆很多台商外移 还是大陆的农产品进来的竞争 那一直到2009年的时候 中华民国政府他才推出 所谓的小地主大电农 就是说我地虽小 那他想到了规模经济的问题 所以他就说我们就扩大规模 但是做的很悠閒的 也是牵涉到财政都要补贴 所以做的量跟农业庚地的量 很悬殊的 可能都比小庚的土地更少 所以我们在检视过去 过去农业政策所导致的结果是 是变成说钱一直拆下 但是有效果吗 很悠閒 那很多钱都是拆下做什么 拆下去补财 补财而没有提高农业生产 那虽然在我们在看 这个牵涉像我们拿到的资料里面 2008年农委会预算投入1256亿 2005年、2010年都一直增加 到2010年甚至1311亿 但是这些钱拆下农业里面 有质的效果 很悠閒 那这里面 一千多亿里面是包括 农民的老农年金到国民年金 所以只要去一半 去一半村的 村的很多都是补助 像我们刚才说小地主大电龙的补助 还是补助什么 试验单位去做研究的补助 很多补助结果的成果 也很多都外流的 种苗有的 所以虽然政府投入千多亿的预算 但是也是同样 对我们刚才来说的 这十年来的农业成长一半以上 都是副成长 农民的所得 也不一定更增加 那农民务农的意愿也是减少 农业的人口也是減少 文化也是減少 在这个情形上 有的人就说 那两岸交流就可以救台湾农业 因为台湾的农产品就可以销到大陆 大陆十几岁的人可以如何 那我的看法就是说 我们其实来检视一下 能不能这样 两岸农业交流能不能解决台湾的问题 其实在1987年 我们开放探亲以后 就有很多台湾到大陆 这里面也有农业商人去大陆生产 也有带动两岸的农产品贸易 也有交换总员 有的不的都有 他们都感觉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达到双赢互利了 其实我们很总理来看 就是台湾去中国投资的时候 都是扎钱和扎苗和扎基础去 所以结果就是说 我们的国外的农产品市场去拿去 甚至走私走到台湾的内部的国内市场 那如果说台湾受到灾害 像是鸿泰的时候 好不容易菜价要上涨 中国的菜就水利了 所以农民也没得到 当然这是对消费者来说是稳定物价 但是我们现在站在农民的日常来看的时候 价格好贪卖 价格败就是菜土菜金 就是有这个问题 另外就是走私的行为 也是影响台湾的農業 所以在立法院的101年的 中央政府预算评估报告里面 他就说得很清楚 他就说中国积极提供各种优惠措施 台商带着品种借数资本去 结果呢 就冲击台湾的农业发展 他是说ECFA已经初步显现了 但是利润偏低 他就说建议推动农业高质化建立品牌加强行销 这是立法他自己这样说 他也觉得农业交流有损害 然后ECFA效果有限 台湾要怎么做 所以这样说的时候 我就觉得 那到底ECFA跟台湾的农业 是不是可以对台湾的农业有什么好处 还是真的对未来 他就说我们要进口免关税 有没有就降关税 我就很处备 做一些通计来看看 我们在ECFA的时候 是2010年6月欠ECFA 对2011年的1月1号开始生效 在ECFA里面那时候 我们马政府就一直说 我们农业的农产品不买入 但是台湾那边说 我们有18项农产品可以去台湾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那这18项农产品出口去台湾 就是有没有说 增加很多 还是有没有说 给农民受益 那时候 不是秋刀鱼成长百分之六百多 还是石斑鱼成长多少 所以我就来做一个通计 那到底ECFA早收清单 这里面18项台湾的农产品出口到大陆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增加那么多 对这个表你可以看到 第一栏就是出口值 这18项的出口到台湾的 台湾出口到中国 就ECFA里面的18项农产品出口到中国的成长的情形 你08、09 你看到2010年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们也没有ECFA 2011到2012到ECFA 所以你看它的出口值的成长率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没有ECFA的时候 没有ECFA的时候 它的成长率就要比有ECFA的时候 要比有ECFA的时候要更高 2010年那时候就要更高 对吧 你如果说就它这个数字来看是有在增长 但是你如果就它的相对数字来看的话 你看它占这个全部的539项早收清单的比重是很低 其实它很低 不到0.1% 甚至在2012年是不到0.1% 你如果说这个ECFA跟台湾的一个农产品贸易来看的话 也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我们整个 我们之前说台湾的农产品出口不是三四十亿 那这个18项里面只占台湾农产品出口的多少 2012年也不过才3点多percent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告诉我说ECFA是可以救台湾农业 还是说ECFA对台湾农业是很有前途的 好像也不尽然 因为这个数字真的是很小 然后这个相对的这个比重都非常的低 这个是真正的一个统计数据的一个结果 好 那所以我们就是来检讨说ECFA就没有这样 但是他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那台湾跟中国的两岸农业交流 对1987年开放碳气以来到90年2000年 甚至现在就是一直在增加 增加的结果就是我刚才说的品种技术的流失 他的台商去投资 让中国反而他的中国农业进步 所以我们的外销市场受影响 他的外销市场受影响 以外还有所谓回销走私 也影响台湾不去台湾的台湾农民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又说叫陈云林来买台湾的农产品 结果呢很多农民他以为说真的是 真的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就达到收买台湾农民的一些 一些除了经济以外的一个目的 收买台湾的一个民心 所以从整个这个 简单的一个报告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就是说过去多年来 整个台湾的农业的农业 对农业的忽视 所导致的农业永续发展的生产问题 还有农民的所得问题 跟农村的文化的落败的问题 都很严重的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说 粮食危机的时候 台湾的粮食自给率越来越低 这样是要怎样 要怎样的时候 又面临一些生态问题 保育问题 还有气候变迁问题 所以全球粮食危机是一直会出现 而且应该会重复发生 这个情况之下 台湾是面临全球的问题 又面临中国的农业挑战 所以台湾所面临的农业问题 是很严重的 很严重的进行 你如果想说要靠国内的市场 或是只靠国内的市场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时候 你一定台湾自己要自立自强 你国内以外 你一定要打外销 这个外销 不是说 不是说只有台湾而已 你如果要打外销 你也是要搞品质 搞价格 搞策略联盟 这样才能够出现 所以制裁权的保护 还是说有机农业 还是说安全机制 食品的安全机制 这都要注意 所以台湾的过去 十年来 甚至二十年来 农业发展的停滞 是让台湾很大的警惕 所以不管是农民 还是说一般 国人 包括我们消费者 大家都要警惕这个问题 要护台湾的浪漫 然后呢 哪有可能让台湾浪漫一些机会 我想 因为 让我50分钟的时间 但是这个问题是很大 所以我就简单 报告到现在 要10分钟 我想大家一定是 对这个浪漫问题 很有感想 所以 让大家发问 还是说 说你的感想 是不是这样 很有趣 我报告到现在 谢谢 谢谢 感谢我们的电教授 给我们做这段 很 很努力的演讲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真的要问 他如果没有回答 我来回答 我来回答 请提供座来 来 来 好 来 这样子 我是冗小师动萌的 我有做过 编长 没有 我觉得就是说 修工制度一定要费 好不好 而且那个修工制度就是说 现在他们一只要费钱 一年比我们去做 过得多钱 不要多钱 所以这个 假如要 农地要活化的话 真的 修工制度一定要费出 那怎么费出 这个 大家都可以来检讨 还有 农业都是老化 董营工作人员都是 很老很老的 很可能的 八十岁 九十岁也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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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做 但种菜 大部分自给自煮 那还有 商品呢 就是说 产品的话 要计量化 怎么讲说 计量化 你不能说 大陆来 他说 我要买你们台湾柳丁 结果大家一蜂蜂的 就去种柳丁 就一出来 一口 一冠军 三堆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 农民要自己要克制说 你种什么东西 他种什么东西 都不要说 一下一窝蜂的 就种什么东西 这样 大家应该都可以讨论的 那还有 我觉得农业就是一定要有计划 全部都有计划 台湾一定要无毒的农业 因为这个毒 尤其是农药 它很多农药 甚至 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 我们 大家吃的 对后代都不是很好 尤其很多人 你们没有怀疑过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 都没有办法生育 那都是基因改造的关系 这个以后都可以检讨 这个 资讯我都很多 那还有就是说 这种有机蔬菜 或有机水果的话 可以社区化 而且可以网络平台建构 政府帮忙 建构网络平台销售 那还有 尤其我们现在有很多大中的 好 大中的是毛豆 毛豆现在在屏东 高树那边很多工程 几个年轻人 他现在赚很多钱 为什么 他有一个博士 帮他们研究一些 高雄九号的毛豆 很大颗 而且很甜 你们不妨有去高树的时候 可以去找这个 毛豆来买 很好吃 而且它是 都是 那个农药检查 都是 早期有撒一点农药 后来都没有 而且都下到日本去 所以日本 那一盘一叠这样子 200块 200块 几颗而已 所以那个餐厅的人 我小孩子去日本 那餐厅的人跟他讲说 你这个毛豆是来自台湾 你们知道吗 我儿子都不知道 还有 云林那边也有种很多 那个 胡萝卜也是销到 那个 日本 还有花卉 花卉 蘭花跟那个 小叶 蝴蝶蓝 小的 那蝴蝶蓝 也是销到中国大陆 可是 很多 尤其是农 农委会的 那个一些 退休的官员 全部都到大陆去 教导大陆的人 中国人 中国人 对 我现在要开口 中国人 把那个 跟台湾竞争 像日本 还有澳洲 还有那个 英国 现在都已经在买 我们台湾的花卉 而且这个花卉 一生长出来 漂到那一边 运输的话 它不用海 海运的话 它可以维持很久 那可是空运的话 价格太高了 所以他们云林内 台南那一边 都有一带的那个 那个都可以 大家可以 它成功模式 我可以 其实 这个技术的 好 我们是要问问题 不是 在英港 对不起 对不起 而且我是觉得 就是说 这个问题 就 我不晓得 我们以后 是要怎么这样子 这样子 因为 网路平台的话 我这里是有网路平台 这样子而已 好 我们谢谢 这位学员 其实 他刚才说的 你能够搅拌起来 就是要什么 都要搭煮 是要很重要的 他说到那个 毛豆 那是怎么 你从彩收到成品 几乎半成品出来 只有半天的时间 那他是用一个叫做 要花1500万的一个收割机 他收割机以后 然后就 就已经 一粒一粒都出现 他要抢时间 所以大家很长 所以 農業要 要规模 要资 这 这是不是一般的 小农 能够做到吗 不太可能 所以这个 都跟政策有关 你怎么样达到 他的经济规模 怎么样达到 他的技术的一个 高的水准 怎么样给他一个 资金上的协助 而且最重要 他很多都是外销 所以靠台湾的市场 是不够的 所以一定是要拓展外销 是全球性的外销 而不是中国大 好 有其他问题 请 那个 请问老师 我问的就是 我们 台湾 林业 提供政策的问题 修圣来说 这个 头头有骨头这三星農业 我们当时一直在说 这个 生散 要企业 那么农村的生活 要现代化 那么 生态呢 我们也要组员化 那么一直在 提供这个生态保育 那当时七十三年 提供 兜船 专作的时候 我当时记者在工作 服务 我建议政府说 看不来把这些 農地要专作 不能特别叫 拿钱 拿掉 再拿钱 再拿掉 一年割掉两戏 看不来割掉 割掉 剩佛法大半 就是说 没有没有 我们这些 兜船专作的 叫做是六年而已 这如果 如果兜船专作的 要二十当 才可以抗法 所以不可以做人 那我就会担 不知道 兜船 当时七十三年 推行专作 说六年 六年到 三年 三年到 三年到 到今年 三十年 要在专作 所以刚才说 没错 应该会计了 我说这个 得是很多農民 因为我本身 我已经做農民 所以等我 八十年 出来到 变得 服务的时候 我也一直 提出 提出 抗亚 抗亡 抗亡 结果 政府 答案 是说 没有没有 我们这个 特定農業区 都经过 改善过的 都一定要 整理農業生产 不可以做人 做人落到 会破壞生产 结果 高雷一般農業区 可以做人 那么特定農業 不可以做人 所以第一次 今天 我们这个节燃 简炭的问题 没有大人解割 那不 我们做这个旗舰 来专足做人 農民 又有收集 企务不股 又会大厂 可以再 增加空气 会更好 所以我要签问 目前政府 做这个 冷的政策 会共享 不知道如何 以上 其实 台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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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业政策 早期都一直砍发 我想你在林务局 应该都很了解 就是 台湾其实 早期 我们有很多 百年老数 还是什么 一直砍发 一直砍发 以保育为主 那时候也是七十几年 嘛 那时候 我们要造林 然后要 不能再砍发 育林 结果呢 育那个林 也不是我们 古早的林 都生长得很快 但是没有什么 经济价值 就是变成这样 所以 现在很多 土石流 很多 这跟这都有关 现在的减碳 都做 对台湾来说 很困难 就是 就是早期砍发 很多林木 结果 又没有造林 所以导致一些结果 那在那个 耕地 休耕补贴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说 你休耕 本来也没有说 要这么久 结果就一直延长延长 那其实 很多学生的时候 也提出说 不然我们就平地造林 其实有人说 不是有人说 但是 农委会就觉得 如果平地造林 如果平地 政策 会有 就是说 二十年三十年 都没有砍发的时候 他就是有 他的担心 他那时候 他的理由就是说 不能让平地造林 所以就是 变成说 限制 有这样 甚至他有一些 补贴 你说休耕的时候 你如果 像得比较大 他就要叫你除掉 所以这政策 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那去年 我们在津建会 在开会的时候 一直承计 你这个休耕制度 那是不对的 一直要 但是现在 休耕制度 纵使要恢复的时候 又面临一个问题 大家都要休耕的时候 水要对他来 基本台湾 反正说 土资源的问题 一挖 水资源也出问题了 就是 你长期休耕的结果 你的水利设施 还是说 你的水的水资源的问题 另外就是说 那 好 大家都来耕种的时候 市场在哪里 所以就是说 最好的办法 都 都不要去 头痛 头痛的时候 最好的继续休耕嘛 这就不负责任嘛 所以是怎么 大概演变到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台湾的农业是这样 所以台湾的一个农业政策 是需要 需要去 去 去 就是去 叫做什么 去改变的 好 这样 建委的力量来做 来 做了一个问题 要有问题 没有 没有 你有一个问题 你要拿手 没有 来 他可能有概念 来 我以上 来 谢谢这个 殿教授的这个 讲解 我要是 农民之一 都年龄已经 80多了 现在我们的农业 是老化了 刚才所讲的 十八项的什么 毛衣的问题 跟中国 你说 我们现在修根 中青年以后 就慢慢去 根本 明年就去 根本没办法 这个转座了 你说 我们修根 一定要 毁了呀 巴巴巴巴巴巴巴 再 中那个 什么 台湾马 然后 第二季呢 是 看你们自己 中什么 中什么 在这些转座 都说 它是 国际的 这个补助呢 是一家地 是十万五 现在呢 兩万四 这是 一年喔 这是一年 这个第二次呢 是一千 一万二 就慢慢去 根本都没有 顾虑到这个 农民 这个 乡村公所的宣传 怎么讲呢 喔 现在看到那个 农业会的 农业 务员会的 公布里面 喔 你们年轻人 趕快回家啦 这个机会 是给你们 努力伸张 你自己想一想 我们现在 一年的 一家的一年 只有十万五 半年是十万五 这个 在工厂服务的 工作的那些年轻人 会回来吗 一个月 我们这个 农民 所种的东西 有 每个月三万 两三万 有吗一个月 不可能的啦 所以现在 已经老化了 那么今天 人家说 你给我们说明啊 怎么样都在今后 我们 这个 修件的改良 怎么样再进步 这方面 说起来 我们就欢迎啦 下一次请他解答 这一次没有时间了 那你 你说的 北京话 跟北京人同样 嗯 高三叔 讲那么好的 北京话 真厉害 能解答吗 好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真的不是三言两语 来可以 可以解答 也不是我个人的能力 能够解答 那我今天是炮砖引玉 先把这个 50分钟的时间 把台湾的三农问题 面这个 十年来 它所实际上 显现出来的问题 在哪里 那要怎么解决 这个真的非常复杂 也要靠大家的力量 靠 包括在座的每一位 还有我们新的 这个 这个政府的一个 一个力量 好 好 好 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到这里 谢谢各位 好 起立 起立 起立